你被隐藏的天赋是什么?你想要找到他吗?今天我会给你一个捷径,跟随我三分钟的心灵之旅,探索你的潜意识,找到你的隐藏天赋。 在开始体验前,有两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,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地信任。第二个,让你自己处于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,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。 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,可以躺下,也可以坐下,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,可以感受到一阵的放松,进入到你的身体,蔓延至你的全身。 当吸到最深处最饱和处时,在缓缓地吐出体外,每一次深呼吸,都会让你进入更放松的状态,发挥你所有的想象。 你正处于一间安全舒适的房间中,在这个房间,你会放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,从头到脚,放松身体的每一个细胞,从头到脚,放松身体的每一根神经,从头到脚,放松身体的每一寸肌肤,你的四肢会逐渐地温热起来。 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下,你可以清楚地看到,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转轮,转轮上有七种不同的颜色,这七种颜色正是彩虹的颜色。 当我竖到三,请你转动转轮上的指针,指针会停在某一种颜色上,一,二,三。 请你仔细观察,指针停在了哪一种颜色上,这个颜色给你带来了什么感受? 这个颜色会逐渐变大,越来越大,变成一扇大门。 请你仔细观察这扇门的样子,当我竖到三,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门中,而当你进入门的那一刹那,会变成一种动物。 一,二,三。 你变成了哪一种动物,当你变成它后,会有什么样的感受? 门的背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,我会给你一点时间,请你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同时,去发掘你所变成的这个动物,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征。 你在这个世界中,第一个探索到的是什么? 你所变成的动物,和你所探索到的,都是隐藏的天赋。 当我竖到三,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。 一,二,三。 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,你知道觉知的威力有多大吗? 它可是重要到,能让你逆天改命的关键呢? 这期视频,我带你深度解读,觉知将会带给你的强大力量,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。 所谓的万般阶下品,唯有觉知高呢,在这里要澄清一下。 万般阶下品,并不是说我否认其他的方法,或者是说去否认其他的一切的东西,认为只有觉知是有价值的。 不是这个意思,我想表达的意思是,当我们没有找到觉知之前。 所有的发生发现,或者所有的外在的,这些能够让你看得到的或者看不到的,所经历到的,全部都会给我们带来混乱,带来痛苦。 只有你找到了觉知,你才能够理顺万般地显现,就好像是在一个黑屋子里边。 所有的物品,它一定是你的障碍,因为你没有光,所以你会在这个房子里面到处碰壁。 一旦你找到了光,把灯打开,那么这个房子里的用品就能为你所用,它能为你提供帮助。 所以在一个黑房子当中,最重要的是去把那个灯打开。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,我们现在实际上,是整个人处在一个大的黑房子里边。 由于没有找到觉知之光,所以这个房子里所有的物品,都成了你的障碍,成了伤害你的外在的原因。 当你能够找到觉知,就相当于这个房间的那个灯,把它打开了,那么万物都可以为你所用,都成了你的妙用。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。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这个关键点,就是觉知。 这里要突出觉知的这样的一个高度,并不是让大家生起一个不平等的心,而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。 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,就好像我们肚子饿得没有力气了,那么什么都不用管。 赶快先去吃饭。 吃完饭之后你有力气了,再去解决剩下的其他的问题。 如果你没有力气,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,其实现在的人,都是处在一种无明的黑暗当中。 只要你能够找到哪个灯,把它打开,那么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。 所以这个就是万般阶下品,唯有觉知高的内涵。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黑暗当中,在无明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他不是选择去找觉知,不是去把这个灯打开,不是找到这个光明,而是喜欢到外面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。 他不是去开灯,而是去找各种各样的人,去帮他去消除各种障碍。 但是由于没有灯,这些障碍能消除吗? 消除不了,所以我们解决问题,一定要从关键入手去解决问题。 当我们在生活中出现了各种障碍,各种问题的时候,你不需要去找别人。 也不需要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去到处去乱窜,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,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,去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其实我们自己内在就有解决问题的方法,就是去找自己的自信,在自信当中去找觉知。 这个觉知它就是所有问题的如来宝藏,这个如来宝藏是人人都有的。 我们干嘛要去外面,去找一个根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,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? 我们为什么把自己解决,问题的力量交给别人呢? 没有必要,对吧就好像是一个千万富翁。 他遇到了债务问题,他本来家里就藏着家财万贯,一点点债务他完全可以去对付,完全可以去把它给还掉。 可是他呢?自己家里放着自己家财万贯不用,偏偏到外面去要饭,这里要一点,那里要一点,然后把要来的这些财富去还债。 这就是无名迷惑颠倒,我们放着自己的如来宝藏不去用,偏偏喜欢到外面去找。 各种各样的外在的这些方法,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。 在评论区留下找到觉知之光,王阳明曾经说过万化根源总在心,所有问题的出现,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全部在心。 王阳明说可笑,从前颠倒见,知之夜夜外透寻,就是由于我们不明理,不知道所以喜欢到外面去,知之夜夜去寻找方法。 所以我们要离苦得乐,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知证见,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知证见。 这个正知证见就相当于导航图一样的,它可以指引我们,达到离苦得乐的目的地,达到彼岸。 就是所有问题的出现,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全部在心。 什么是正知正见呢? 究竟而圆满的见解和见的,我们就称之为正知正见。 正知正见是我们走向觉醒的第一步,并且贯穿觉醒的开始与终结。 可以这样说,如果没有正知正见,想要觉醒开悟是不可能的。 什么是正知正见? 六祖谈经里面的第一句就告诉我们,菩提自信,本自清静,但用此心值了称佛。 这短短的一句开始智力名言,它就包含了三个内容。 第一个内容就是正知正见。 第二,这个内容就是告诉你方法。 第三个内容,就告诉你用这个方法去践行正知正见,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 菩提自信,本自清静,就是认知正见。 就是告诉你,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本自具足的如来宝藏。 我们每一个人的菩提自信,都是无量无边,本自清静的觉性大海。 为什么现在又痛苦和烦恼了? 是由于我们暂时迷失。 如果我们经过人提醒,幡然醒悟,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本来面目,我们就可以离苦得乐。 这就好像我们本来拥有万贯家财,自己忘了,然后偏偏到外面去要饭。 有人提醒你,告诉你你就是千万富翁,亿万富翁。 你无需到外面去要饭。 你只需要去相信,只需要去有这种值得和配得,你就能够回归你亿万富翁的身份。 当然让你相信是不容易的。 所以第二句叫滥用死心,就是你明白了之后,你要用一些方法。 你明白这个正知正见之后,你要用这个方法去践行正知正见。 那么你最终才能够跟你原来的身份合一,才能够把你现在的这种苦难与烦恼给消除。 那么但用刺心这里实际上告诉我们,就是用这个觉知刺心的方法,不断地去关照你,就可以回归到你的本源。 所以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真传,一句话大道至简。 就这么一句话,正知正见方法以及结果,全部给你挑明了,你只需要去用。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突出觉知它的力量,以及为什么要那么抓住觉知这个核心,死死地去壮大自己的觉知呢? 就是由于这个觉知它就是光明。 但用此心,就是用觉知之心,才能够真正地照破整个实相。 让你真正地去看到你的菩提自信,真的是本自清净的,不假外求的,是你本来就有的。 根本就不需要到外面去找的,那么在心经里面短短的几句话,也告诉我们甚深的道理,以及非常简单的方法。 心经说,观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,为什么会观自在? 观就是觉呀,你去教你才能自在啊。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,那就是在行,行般若波罗密,就是用你的觉知去照啊,去照你周围所有的万法啊,照你的身体,照你的心啊,然后你去行,你去照你去教,会怎么样呢? 他后面又说得清清楚楚,照见五蕴皆空啊,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又如何呢? 度一切苦恶呀,就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方法,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,就能够度一切苦恶,不需要再到外面去找。 千差万别的这个方法,那个方法了度一切苦恶,我们的目的不是离苦得乐吗? 他这里一句话就告诉你了,度一切苦,而且他不拐弯抹角。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,这是真正的智慧。 所以我们不要舍弃简单的去找复杂的,我们不要舍弃进路而去找一条远路,我们不要去舍弃捷径而去找一条弯路。 所以死死地抓住觉知,只有觉知才是真正的力量,因为它能照见五蕴皆空,它能度一切苦恶,它能让你知了成佛。 为什么觉知它能够有那么大的功效,有那么大的作用,为什么我们去觉知,关照我们的身心,就能够度一切苦恶呢? 那是由于我们所有的苦,所有的烦恼,都是由于有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,但我们以为存在的那个假我。 而这个假我,它就是一堆痛苦,一堆烦恼,聚合起来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几何体,就像云彩一样的,它是由这些气体暂时聚合的一个东西。 当我们用觉知之光去照它的时候,给它一个温度,给它一个光明,那么这个本来它就虚幻不实的云,就是这个假我,它就会分崩离析。 一旦这个假我没有了,附在假我身上的痛苦和烦恼,它就已经没有一个,承载它的一个载体了,所以它也就烟消云散了,就好像是皮脂不存。 你皮都没有了,那些毛它肯定也就没有地方生长了,那些毛发就相当于痛苦嘛,所以把皮剥掉,那么痛苦自然就消失。 怎么去剥呢? 就是用觉知。 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个尖端的,快速地直达的这样的一个方法,那么觉知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?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觉知,它是从我们自信,觉醒当中发出来的光明,是我们本字句族本有的这种光明,它不是外面来的,它是从我们心地上发出来的一个光明,一个绝招。 因为所有的问题,都要去心上去解决问题,不要去向上去解决问题,我们的习气。 喜欢到外面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,无论外面的方法如何的高明,都不如回到自信当中去找。 觉知这个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,它能够彻底地,根本地去解决我们的问题。 有一句话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,我们去拆一栋楼,只要把炸药放在这个楼的中心,一爆破整个楼就塌了。 那么,如果把这个烦恼和痛苦比喻成房子,那我们这个觉知,就相当于放在房子中心的炸药。 你只需要把它点燃,整个房子就轰燃倒塌,烦恼就不见了,痛苦也就没有了。 所以这个就是觉知的力量,我们一定不要去忽视。 我们一定要实实地去提醒自己,万般皆下贫,唯有觉知高。 抓住觉知这样一个核心,这样的一把宝剑,我们就能够所向披靡,断除烦恼。 因为这把宝剑是金刚宝剑,能摧毁一切,而不被一切所摧毁。 所以说,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提起觉知是多么的重要。 那什么叫提起觉知呢? 非常简单,就是你每一个当下,都能够保持一个明明白白的知道。 用这个知道,用这个觉知去关照我们的行注作握,关照我们的起心动念。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,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觉知。 因为这个觉知就是道,它能带领我们成道,因为觉知本身就是道。 中庸里有一句话说,道须于不可离,可离非道也。 意思就是说,是道我们就片刻都不能离开。 它如果能离开的东西,那就不是道。 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家人,觉知一刻都不能离开,因为它是道。 一旦你离开了,你就会陷入无名。 一旦你离开了,就相当于把房子的灯关掉了。 你在这个房子里必然会陷入混乱,所以灯是不能灭的。 你想要在这个房子里便活动自如,游刃有余。 想在那里,活得自在逍遥。 你这个灯是不能灭的。 一定要死死地守住灯的开关,不能让别人把它给掐灭了。 不能让烦恼把它给掐灭了,无论谁或者什么样的因素。 说把这个开关关掉吧,它没有用,你都不要去信它。 因为一旦把这个觉知,这个开关一关掉,整个你就伸手不见五指了。 你再没办法逍遥自在了,你就会到处碰壁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名啊。 所以以上我分享的,如果你听明白了,那么我们就建立了正直正见。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修了。 我们的修法就算是上路了。 我们在知见上和在理上就算是觉悟了。 我们知道了。 知道什么呢? 我们明白了。 明白什么呢? 我们的自信本不生。 本不动摇,本自清净。 我们不要再遗忘了。 所以拿出我们的觉知。 活在当下。 不跟随过去的念头。 也不跟随未来的念头。 只关注当下的刹那。 这个就是最美妙的方法。 这就是关照。 这就是正念。 无论你,无论你做什么,无论你想什么,无论你看到什么,无论你经历什么,你只需要知道当下,知道当下觉知。 不需要去干涉。 不需要去干涉他们,也不需要去问个为什么,你只需要去观去觉,再也没有比这个方法更简单的方法了。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力量的,更有智慧的方法了。 你只管去觉知,只管去观照,只管去体验,只管去经历。 过去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。 很多人不明白这三句话的意思,其实就告诉你,活在当下,觉知最高就是这个意思。 觉知能够带着你走向究竟解脱的彼岸。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,不是让你压制妄念,也不是让你去压制烦恼,也不是让你去跟某一个东西去对抗。 去战斗更不是去找一个玄妙的境界,都不是的,而是让我们拿出我们的智慧的般若,去观照就可以了。 你置身室外,而不要搅在室内。 如果你置身室外,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绝招去观察的话,一切皆是精彩的,一切皆是妙有的,一切皆是正面的,一切皆是本应该如此的。 只要你不对抗,我们所有的痛苦会有烦恼,全部来自对抗。 因为你对抗,你就把这些虚幻的东西当真,你去跟它对抗,你把它当真,它就真的有力量,它就可以伤害到你,它就能束缚你。 一旦你不当真,看电影一样的不当真,看电视一样的不当真,看云彩一样的不当真,那么它们能伤害到你吗? 伤害不了你,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。 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烦恼,就是由于跟随妄念,认同妄念。 因为妄念当中它是颠倒梦想的,它是痛苦的烦恼的,虽然有的时候有短暂的快乐,但是那个短暂的快乐一下子就去了。 所以大部分是烦恼,痛苦压抑抑抑郁。 如果你去跟随你的念头的话,你一定是活在这种无明与烦恼之中。 当你有了觉知的智慧,你就可以从这些念头当中出离,你就不要去认同它。 你想什么,你的念头来了,你只是知道,你的习气来了,你也不需要去对抗它,你只是知道。 有一句话叫做圣人之心若静,不淫不惧,我们要成为圣人,你才能够真正地摆脱烦恼。 那么我们要跟圣人学,我们把这个烦心变成一个圣者之心。 圣者之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,来什么照什么,不淫不惧,他也不问不思,他也不去问,他也不思考。 他也不纠缠,因为一面镜子,他照万物的时候,他会去思考吗?他会去问个为什么吗?他会去抗拒吗?他会去欢迎吗? 他统统不会,因为本来就是一些幻想,不当真,自然镜子的光明朗朗,心就如如不动,无论是照见什么, 他都能够不起烦恼,都能够清净光明。 所以圣人之心若静,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,我们要转烦恼为菩提,就是转烦心为圣心。 用什么驱转呢?就是用觉知。觉知就相当于镜子上的那个光明,它能照破一切,它能让一切现出它的原形。 我在这里分享,这些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智慧,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,当然并不代表我们明白这些道理,马上就能够做到。 这也不是这样的,因为真理虽然一讲就明白,但是那多生多结生成的这种习惯,习气以及烦恼,要一下子去除,也是不可能的。 我们需要慢慢地去培养我们的觉知,只要能够去找到我们的觉知,并且精心地去培育我们的这个觉知,并且在生活当中尽情地去用这个觉知,那么一定能够达到去除烦恼的目的。 这是无庸置疑的,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去用功的,需要我们去把它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,去落地的。 因为在修行的开始,我们的习气是那么的浓重,那么的浓厚,那么的大就像一大片乌云,要驱赶它是不容易的。 因为我们这个觉知之光多年被遗忘,多年不曾启用,用起来的时候它难免不熟练,就像是你那把锋利的宝剑,放在库房里边很多年不用了,它自然就不好用了,它就需要你拿出来磨,然后再去适应它,再去操练你的剑法。 你才能够真正地在战场上,去发挥它的作用,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的一个过程,这个过程是必须得经历的。 当然,我们也不要指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当下就能做到啊,这个是不现实的,希望大家有这样一种认知。 但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信心,树立这样一个正知正见,就是我们如果用觉知,我们找到了觉知。 用这个方法,一定能够战胜妄念,一定能够战胜烦恼,一定能够回归到我们本自清净自信。 第二,不要操之过急,任何事情欲速则不打,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找到这个方法,我们顺着这个道。 顺着这个方法去力行,不要去焦虑,不要去着急,以一种放松地接纳地包容的心态,才能够真正地把觉知这个武器用好。 第三就是我们烦恼也好,痛苦也好,我们认为不好的负面的东西也好。 我们不要去跟他对抗,不要去跟他战斗,不要去压抑,我们要去接纳去包容。 只有你接纳与包容,你才能够转化,就像是烧一堆火。 我烧着火的目的,是为了把这些垃圾烧掉,但是呢,你要烧掉这些垃圾,就不能把这些垃圾赶走。 如果把垃圾赶走你,怎么烧啊? 所以垃圾要被火包围,烦恼要被觉知所包围包容,然后火才能够去烧这些垃圾。 你会发现这些垃圾,它就助长了火势。 实际上垃圾就变成了火苗,变成了能量。 一个道理,当我们就包容这些烦恼和痛苦, 这些念头以及这些不好的,认为不好的东西的时候, 你那个觉知的火苗,它就会越烧越旺。 所以要接纳,这是接纳的智慧,这是包容的智慧。 因为只有接纳之后,才能让它成为你的燃料, 把你的觉知知火烧得更加的猛烈。 那么这个你会发现,所有的所谓的烦恼和痛苦, 全部成就你熊熊大火的燃料。 所以当我们包容这些妄念的时候, 你会发现念头就成了觉知的工具, 它能为觉知之所用。 我们所有的烦恼和痛苦,所有的习气, 全部都是念头生起的,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垃圾, 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驱除的。 为什么会产生? 就是由于我们平时没有觉知, 也就是说, 我们没有烧起一炉觉知之火, 去燃烧它们, 所以这个垃圾它就越积越多, 积到后面就臭气熏天, 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忍受了。 在我们的内心空间里面, 全部充满着垃圾, 它们就像脱江的野马, 就像漫地的洪水, 四处泛滥, 四处散发着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气, 难闻的气体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? 烧一堆觉知之火, 把这些东西全部投到火当中, 把它烧掉, 让所有的喜气烦恼和痛苦变成火苗。 那么我们眼前展现的画面, 全部都是熊熊燃烧的觉知之火全部, 都是光明的, 全部都是有温度的,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 它就没有办法藏身。 所有的烦恼, 痛苦与习气, 在我们的觉知之火燃烧那一刻起, 它一定会断掉, 一定会被消灭掉, 一定会被转化掉。 虽然我们现在的觉知之火, 还像一个星星的火一样那么微弱,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 所以我们只要去让这个星星之火, 不断地去壮大, 去培育它, 去给它增加能量, 那么它就会演变成为冲天大火。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修炼, 就变得异常地简单了。 我们知道, 我们所有的烦恼, 习气与痛苦都是垃圾, 而觉知就是大火, 觉知就是来燃烧它们的,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修炼, 只需要紧紧地抓住觉知觉照这个核心, 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不怕了, 我们的觉知它像一团火, 同时我们的觉知它也如同一个照妖镜, 你只需要牢牢地举起它, 它就会大放光明, 所有的邪思妄念, 只需光明地觉知一照, 它便会消融, 所以这个觉知就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法宝, 我们不要等闲视之, 不要忽视它, 六祖会能在六祖谈经里面说只会观照, 内外明册十字本心, 若十字本心基本解脱, 六祖会能还说见一切法不染着, 使为无念, 物无念法者, 万法尽通, 见诸佛境界, 知佛地位, 六祖会能就是告诉我们, 用智慧去观照去觉知, 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就会内外明彻, 就能够找到我们的本性, 我们就能够不被外面所有的像所染着, 我们就能够万法精通, 达到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, 我们修行要抓住一个核心, 就是培养我们的觉知, 而不是说就要断除我们的念头, 我们不是去抗拒我们的念头, 我们不是去抗拒我们的烦恼, 也不是去抗拒我们的痛苦, 不是去抗拒, 不去对抗, 而是去觉知, 这种见解, 我们一定要明明白白, 清清楚楚, 因为有人以为修行就是要断除念头, 让他一念不生, 进入那种一念不生的空的境界, 有这样一个故事, 有个叫沃伦禅师, 跟六祖会能说, 因为沃伦禅师他打坐的时候, 他能够不起妄念, 能够定在那里好久, 所以他自己很傲慢, 他认为他很了不起, 他就跟六祖会能说个记字, 沃伦有伎俩, 能断摆思想, 对静心不起, 菩提日日常, 那么会能一听就知道, 他这种见解是不究竟不正确的, 因为我们的修行不是去断除你的念头, 而恰恰是绝招你的念头, 所以会能他就回了一个记字, 叫做会能没记俩, 不断摆思想, 对静心竖起, 菩提怎么长, 沃伦禅师的记字就告诉我们, 他能够把所有的思想断除, 所以呢他就看不到任何的烦恼, 所以他的菩提日日在常, 他是这么认为的, 而会能就告诉他, 修行不需要什么方法, 也不需要去断除你的念头, 断除你的思想, 你只需要去观照这些念头, 觉知这些念头, 你的菩提才能真正地去长, 所以不是需要去断除念头, 这个念头恰恰不能去断除, 而是需要去绝招, 空心静坐, 只是追求一种无念的状态,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, 六祖会能把它誉为迷人这个, 盘经里面这样说又有迷人空心静坐, 百无所思, 自称为大, 此一辈人不可予语, 威胁坚固, 就是说空心静坐, 百无所思, 一个念头都没有, 这个不是大, 如果你成为大的话, 这是不正确的知见, 因为念头是用来觉知的, 是培养我们的觉知的, 如果离开念头, 觉知就没有办法壮大, 觉知像一把宝剑, 如果没有念头作为磨刀石去磨它, 这个宝剑如何锋利呢? 而且只是有觉知, 如果没有念头, 根本干不了事情, 所以念头不能去强行地驱除它, 而是需要去用觉知之光去改造, 去融化, 去照耀, 这就好像是我们一只脚踏在原心, 原心就相当于觉知, 另一只脚踏要运动, 这就是念头, 只要你脚踏在原心上, 你的念头无论如何转, 它都是圆满的, 如果你脚踏踏在原心, 没有另外一只念头的脚, 这个圆它化不出来, 整个世界就不存在,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核心的观点, 就是你只需踏入觉知的原心, 而另外一只脚是需要动的, 就是你的念头也是需要的, 因为有了念头, 你才能处理问题啊, 你才能思考啊, 你才能够做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啊, 你有了觉知, 你这些念头它就不会成为烦恼的原因, 而会成为一个妙观察制, 成为一个成所作制, 去做一些自立立它的这样的一些事情, 它不会成为烦恼了, 所以念头它也不一定是件坏事, 当你觉知做主的情况之下, 念头全部都成为好的,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, 最后总结一句话, 当我们没有找到觉知的时候, 我们就可以说万般皆下品, 唯有觉知高, 就告诉我们, 我们首先要去找觉知, 当我们找到觉知, 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觉知之后, 那么这句话就要改变了, 当你找到觉知之后, 万般皆是妙用, 万般皆是善品, 这个时候万般就已经不是下品, 而是善品, 它跟觉知一样的, 因为它是觉知当中生出来的妙用, 觉知是本体, 那么剩下的全部是觉知, 觉醒的一个体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